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主啊 你恩待了我们 因为你从我们罪犯之中拣选了我们 让我们今天有这样的福分来到你的家中 来领受你的话语 求主圣灵自己运行在我们当中 求主圣灵这个时候释放你圣灵的能力在我们当中 来洁净我们的心思 主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软弱的 我们心中的每一个人都要不同的重担压力 主啊 这个时候你来解清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中的 这种来释放我们心中的力量 你来解开我们心中的患难 天父谢谢你 因为你是怜悯的主 你再一次的怜悯我们 当我们有一颗健全的心在你面前的时候 你来释放我们 主啊 你是大人的神 在你没有难成的事 我们在这个世上每一天都需要你自己的带领 主啊 因为你的龙光在大地上已经显明 在你信的人的心上都看到了你的作为 主啊 我们没有什么 但是我们有一颗健全的心在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敬畏你 因为你在各克他所行的神迹 你今天要刻在我们的心上 让我们真的因着你的爱我们 让我们要活出一颗健全的心来 主啊 我们需要你 你释放我们 你今天从上来的能力 在这个当中 主啊 今天借着你的仆人张牧师的口 你释放你的话语 让孩子们都得到你的心力 得到你的能力 你今天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有一颗饥渴沐移的心 千般的灵在我们当中 主啊 你自己来感动我们 让我们得到你的心意 在你的旨意里 让我们真的在早当早的路 被你圣灵自己的来告慕在我们当中 谢谢我们的恩主 今天借着我们师班的唱歌 你自己还有圣昌一切的敬拜 主啊 你都来越纳 你自己在当中来光照我们 靠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敬拜 你释放我们 天父谢谢你 我们把今天从头到尾的程序 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 无论今天还不能到这里的弟兄姐妹 他们要因着感冒 可以因着有病痛的 主啊 你多大大的祝福 你大大的恩待 天父谢谢你 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 来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 我们邀请我们的敬拜团 圣经前没有准备平安 好 天气已经慢慢转忍了 但是我们在这里给支持力 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主耶稣 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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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耶稣 释迦中有精明 靠去基督君忘记 破损我主为名 得胜无端的得胜 明珠通灵全军 直到主的皆效力 为主基督是军 敬起 敬起 为耶稣 尊从好交军令 今天是主荣耀日 快向地真进攻 同心不宝 同心不宝 祝祈祥 同抗愁 敬起 万千 追前是胆量 耿装 力量 彼大恩 天 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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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为贤众人不畏惧,靠主必能的神。 心情心气为耶稣,挣战不会成长。 今日虽勇敢歌声,低于爱歌高唱。 重新会永乐圣扯,一个生命冠冕。 比喻荣耀大聚落,掌权直到永远。 是的,我们的主掌权直到永远。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的失恋临到你们。 不要以为奇怪是不是遭遇非常事,倒要欢喜。 因为你们是与基督异同受苦,使你们在祂的荣耀显现的时候, 也可以欢喜快乐。 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 因为神荣耀的灵藏住在你们身上, 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为杀人, 道歉,奏恶,好管闲事而受苦。 若为做基督徒而受苦, 却不要羞耻,倒因证明归荣耀给主。 好,我尝诱,因证明归荣耀给主。 当我太人无拘,来到世恩作传。 让自己心灵,城市寻救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的多一同在在我身边 让我再愿无拘来到十人座前 用心灵城市去求你 亲爱的天父我和等地需要你 需要的多一同在在我身边 每一天我需要你 以我如干你 每时刻我需要你 生命终于照顾 每一天我需要你 以我如干你 每时刻我需要你 生命终于照顾 这是我的祷告 愿我生命感到 为荣耀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祷告 每天有个祷告 永不失去 祈祷祈祷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生命终于照顾 每一天我需要你 生命终于照顾 给你耶稣 这是我的祷告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你 每一天我需要应務 ила满灭 提醒你 生命终于 time 这是我的祖宗 每天都跟爱你 永不失去除爱你的心 亲爱的天父 我和等地需要你 是恩我和等地同在在我身边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以感恩的心 我们来重新看一段 献上我们的祷告 现在竟在永塞的上帝 我们感谢上面你 因为你爱我们 你的爱真的是那么的长活高生 当我们一旦在罪人的时候 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救恩 你拆解到圣子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救恩 让我们今天在世上每一个 愿意谦卑到十字架下面来 可遣求救恩的 罪就被赦免 有永生的结局 我们成为了天父你的儿女 在这里每一位都是蒙恩的人 我们感谢上面你 蒙恩是因信而得救 我们欢喜快乐 为我们的救助耶稣基督 今天我们在这里 Wesley整个周末堂的弟兄姐妹 尽快赞美聆听你话语的时候 心里满满的有上面来的平安跟喜乐 这个世上真的不平安 如果我们看电视 看Email 看英特典 看报纸的话 中东随时随刻都可能发生大战 但主啊 你能给我们用的 主耶稣你告诉我们说 这要信 不要怕 人生几十年 如飞而去 但是你的恩典 你的手一直牵着我们 奔走每一天的行程的道路 有了耶稣基督 我们还要什么 当我们有这个区区的时候 我们人生每天就过得很清晨 因为我们知道 谁拖着我们 就是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真的学会 定经耶稣基督 不看整个世界的风浪 当彼得看风浪的时候 他马上就沉下去了 当他定经耶稣的时候 他满有平安有喜乐 其实初期许多 门徒门徒他们的见证 都是我们的见证 做帮助我们 整个威斯利中文长的弟兄姐妹 刚强壮胆 越起来 为你做美好的见证 冬天到了 我们很多弟兄姐妹 可能年迈可能提论 他们有疾病 求主了一名 亲自的一只 教会是个大家庭 每个弟兄姐妹的温暖 喜乐 都是我们同工心理的负担 我们常常为你们祷告 记得你们 更加接着祷告 耶稣的恩赐 托出你们 抱住你们 这每天的道路 也就是帮助我们 这种弟兄姐妹 特别中文堂的弟兄姐妹 感谢神 你让我们华人 是非常勤奋的 耶稣 以谁要理财 就是帮助我们 不禁懂得取财 你赐给我们机会 有谋财的机会 有赞钱的机会 更加让我们知道 怎么理财 怎么样用这个金钱 在你的孤独里面摆上 为你侍奉 刚才这赞美是非常感动 豁出主耶稣的爱 去成为他人的祝福 我想到了 冬天到了 许多奥州人 他们可能没有好处 管理了自己 他们缺一短时 祝我灵敏他们 也让我们中文堂的弟兄姐妹 更加有心 在我们shopping的时候 记得那些有需要的人 多买点给他们 因为我们Wesley Connection 现在就像选一整个 困省 跟V省 跟牛神一样的 谁进去了 我们的Wesley社会供应部 他们里面的 手上的东西 进去了 把本来我们此时此刻 我们的弟兄姐妹 更加心里有感动 去帮助他们 因为我们学你的真道 学你的真理 要更多的向耶稣基督 愿意用国受爱 去帮助很多人需要的人 也让我们中金融姐妹 整个让Wesley中文堂 真正成为一个 首领的大家庭 真的做到彼此相爱 知道张三李氏的王弟兄 张姐妹 他需要什么 他家庭需要什么 国人不是单顾自己的事 也要顾结所有自己的事情 这样这个教会 才真正有生命 可以为你做荣耀的显成 谢谢主 你已经应该了我们 在做每一位弟兄姐妹 也让许多弟兄姐妹 在生命中为你做了荣耀的显成 所以主帮助我们 更上一次了 做得更讨厌的喜悦 谢谢你 我们恭敬严王 把今天张默神正到 交接中间的手里 所以大大使用它 让它带到全品的能力 那他自己跟众弟兄姐妹 他讲的我们听的 同在主基督里面 生命得到少救 那么更加 活得像耶稣基督 不仅如此 那么更加把那个真理 那个活出来 能够有见证 有打持守美好的仗 持守真道 更加我们的生命 是荣耀耶稣基督的生命 谢谢你 时间如飞要去 三十周年马上就要到了 我们感谢主 过去的三十周年 虽然有个风风雨雨 又高高低低 但是最主要是 主耶稣你拉住 整个威斯利中文堂的时候 一路向前进 我们感谢主 我们常常说 你的恩典 知道你的恩典 是那么的 那么的深 是超乎我们所派所求的 但是我们要反省自己 我们做得够吗 我们到那一天 与你面对面的时候 我们能交账吗 我们能得到你的家上说 你是我中心 良善的托儿吗 当我们常常精神的时候 我们更多看望你的话 更多祷告亲近你 更多一生命 来见证你的荣耀 谢谢主 我们一位下礼拜 约束缘团祭 8号到10号 三天的时间的营会 求祟你 一夜的恩赖 祝福每一位在营地的弟兄姐妹 特别是新的朋友们 那么弟兄姐妹 爱神以关顾他们 祝福讲运 张默使让他 在五星的圣灵降临的时候 在被盗 大大的敬礼弟兄姐妹 有那些没有归信的恩 能归成耶稣基督 谢谢你 主与我们同在 我们也渴望 当澳洲需要水的时候 主啊你领你 因为掌管宇宙天地的神秘 君黄的心 龙哥的水 都是你掌管的 我们渴望 要求你 劳受了澳洲民众的破坏 很多人明明知道上帝 他们不尊你为主 但主啊你领你 因为你把阳光给好人 也可以逮人 那个雨水给亿人 也可以不好 不亿的人 我们一起坑木 求你领名 赐给我们一点雨水 让我们得到雨水以后 不是往往那是感恩啊 让澳洲这个丰盛的国家 能够将来成为佛营基礼 把更多世上黑暗的人 带到你的世上保守前 谢谢你 祝福今天在座的 每一位基督姐妹 谢谢你 这样的 祷告两方依靠 不买不配 是靠了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 好 祝福十多圣经啊 一 二 三 我信上帝 全能的福 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主圣子 因生命改变 由同真女玛利亚所生 在本丘比拉多手下受伤 被定居使之下 受死埋葬 将在阴间 第三天同死人中复活 生天 坐在军能处上帝的右边 将来离从那里下地 神怕我认死人 我信圣灵 我信圣而公主教会 我信圣祖相同 我信罪得圣灵 我信身体复活 我信永生 阿满 亲爱的弟兄姐妹 请坐 下面我们要欢迎老朋友 也要欢迎新朋友 有两位老朋友 就是我们所谓的老朋友 一直在这里呢 海外去了 今天回来了 第一位 我们的前夫人姐妹 金七零跟大家握握手 第二位 我们的阿吉利兄 金七零跟大家握握手 好了 有没有录到哪一位 在海外去的刚才回来有吗 没录掉啊 没录掉我们欢迎 欢迎老的一个 欢迎新的 两位 欢迎新的第一位 露莉莎 是第一次来吧 露莉莎 露莎 我也是露莎 欢迎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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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起来 站起来 你哪里来的 香港 好 欢迎你啊 欢迎你 欢迎 欢迎 第二位 妮可 你是 第二次来的 是吧 第二次 第二次 继续 欢迎你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好 下面还有一位 叫刘雪兰 前妹 刘雪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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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说米晓 跟大家讲一下 老家 我是中国 山东的 山东的 欢迎你 好吧 好了 有没有论掉 没有论掉 还有一位 好 你起来 你起来 起来 Money first OK 你 你跟他家讲 等一下 看着大家 转过去 你贵姓 叫什么 我姓 姓朱 姓朱 朱前面 老家哪里 我生镇的 生镇的 好 朱前面 肯转过去 就大家五分位置 你的宝贝又准备了 叫什么名字 Chin Ho Shi Chin Ho Shi 好 Welcome you 好了 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 就是本周的金句 谢谢 我们一起把本周的金句 一起来朗诵两遍 基睿 基督耶稣 下面有我们的邓寿 邓朱姐妹为我们朗读 今天的经文 接下来就我们张牧师 正道 我们怜悯 天下来就要求 祝我们的金句话 有什么事 我们的邓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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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主基督耶稣 因祂以我有忠心 派我服侍祂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忽慢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 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使我在基督耶稣里 有信心和爱心 基督耶稣降世 为要拯救世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实真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是因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 但愿珍贵荣耀归于那 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我儿提摩泰 我照从前指振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教理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亏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 如同船破坏了一般 其中有徐米莱和杨撒旦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 以上是神的坏 以上是神的坏 自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 你将你的宝贵话语赐给我们 主啊你的话语是又真又火 历久长心 在今天我们要独来的时候 仍然要满满的带着你的真理感动和慈爱 求你亲自来教导我们 使我们今天能够在你的真道上同盟益处 使我们的生命成长得合乎你的喜悦 也得盟你的使用 感谢主 我们诚心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根据调查的数据显示 在澳洲死亡率最高的原因 大家猜猜是什么 乳房癌 最高率在澳洲死亡率最高的不是癌症 也不是车祸 而是自杀 自杀 过去几年的数据当中显示 自杀在澳洲一直是居高不下 那怎么样能够降低自杀率呢 是什么事情让一个人选择在艰难的当中 他要继续前行 不畏艰难 而不是放弃一切 自我了断呢 是什么让他能够这样做呢 那曾经有一位呢 在哈佛任教的心理学家呢 叫克雷曼 那这位心理学家呢 他曾经是在哈佛任教 那么近年来呢 他转到了这个罗哲大学 也是这个New Jersey的State University 那这位克雷曼教授呢 在2013年的时候呢 就和同事们呢 做了一个研究 那做这个研究呢 他就发现 他说如果人呢 能够找到人生的意义 他就能够减少自杀的念头 那也就是说呢 有意义的人生才值得他去活 那值得活 我就可以继续去活 但问题呢 就是说我今天活着 找到人生的意义 是本身这个意义 让我能活下去呢 还是我寻找的过程 就能让我活下去 到底是哪一样 所以呢 他们当时候就借助了一个理论 叫人际心理自杀理论 Interpersonal psychological theory of suicide 用这个人际心理的自杀理论呢 把这些数据呢 又做了进一步的分析 结果发现怎么样呢 不是人生意义的本身 让人愿意活下去 而是寻求的这个过程 那这个过程是持续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能够给人活下去的动力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 仅仅是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 就能给人有活下去的动力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 我们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我们为了什么继续去活下去呢 在刚才姐妹为我们读出的这段圣经 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保罗就从他的个人经验告诉我们 基督徒活着是有三重的意义 而且呢 我们是要持续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寻求实现这三重意义 不是说你拿到就拿到了 不是它不是一个概念 拿到就拿到 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要不断的去寻求 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人生意义 那有哪三样呢 那首先呢 第一样 我蒙了怜悯 为了什么呢 就是为了服侍 为了服侍 在十二节的时候 保罗他说 我感谢了给我力量的主基督耶稣 因他以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 那在这一段的圣经当中 保罗开门见山呢 就说主耶稣基督是给他有力量的 那这个给啊 在原文里面啊 是过去的时代 也就是什么 是给了 已经给了他力量 我看到这里 所以我非常感动 主耶稣基督 他给我们的人生的这个陪伴和承诺呢 从来不是空头之票 而是实实在在 是已经把力量给了我们的主 我们的主不光是把工作托付给我们 而且是在里面给我们加添力量 让我们能够尽职尽忠 把他托付给我们的力量呢 他又帮助我们去做好 不是说就是给你一个命令 然后你就自己去做 而是怎样 他给了你一个工作 他还要给你有力量 他陪着你去把它做好 那主给保罗力量是要做什么事情呢 圣经告诉我们 他说要服侍他 而服侍他的最基本的条件是什么呢 忠心 因他以我有忠心 派我去服侍他 我其实非常的敬佩保罗 非常的喜欢保罗 我这一辈子 有两样事情也没怎么经历过 第一就是反叛期 你问我爸妈 青春期的时候我没有反叛期 我唯一在跟我爸妈反叛的 就是说我要去念神学 那他们不同意 我就反叛过这一次好吗 第二样事情呢 我这人生没有经历过 就在青春期的时候追明星 我没有追过明星 但是我信主之后呢 如果你问我 你有没有偶像 你有没有明星 就我说的偶像 不是拜的那个佛啊 那种偶像 就是说明星 那有没有 那保罗就是我的明星 不要看你们张牧师 平时也一本正经的 我相信我到了天堂 我就会像一个小迷妹一样 好 去找保罗 你给我签个名吧 我跟你握握手 然后这手就好像 可能好几天都不洗 为什么我这么迷保罗呢 因为在主耶稣所 拣选的十二门徒当中 那十二个门徒 都是榜上有名 当然其中也有一个败类 就是犹大 但是保罗 没有被主拣选 成为这十二门徒的其中一员 他是后来才信主的 但是保罗 他明显在他的血统 出身 学识 才华 通通秒杀 这十二个门徒 他是第八天按着律法受割离的 他的出身是以色列族 汴亚敏之派 他是西伯来人生的西伯来人 那出生长大之后呢 他又很懂得站队队伍 这站队了哪里呢 他严守律法 成了法利赛人 就律法的标准来说 不是神的标准 是律法的标准来说 保罗是无可指摘的 无可指摘的 但是保罗在提到自己 服侍主的时候 他一样这些闪光点 无论是先天的 无论是后天的 这些所有的闪光点 他一个字都没有提 一个闪光点都没有提 他只说了一样 他说主拣选我去服侍他 是以我有忠心 为什么保罗一提到服侍主 就说是以他 唯有忠心来服侍主呢 答案就在第十三节 在十三节保罗他说 我从前是亵渎神的 逼迫人的 五脉人的 然而我还蒙了怜悯 因为我是不信 不明白的时候做的 保罗之前他身上 所有的光环 所有的优点 所有让我这个小迷妹 看见他都眼睛会放光的东西 到了上帝的面前 统统一文不值 在上帝的眼中 保罗说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没有论我的出生 学识 血统 才华 后天的教育 我在上帝的眼中 我就是一个亵渎神 逼迫人 五脉人的人 那其实原文当中 是没有这个亵渎神的这个神字 没有这个神字的 原文当中也没有逼迫人 也没有五脉人的这个人字 没有神 人 人这三个字 那也就是说这句话是怎么说 原文的说 我从前是亵渎的 逼迫的 五脉的 那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呢 为了方便我们明白 我们就把这几样就加上去了 亵渎肯定不是指人嘛 那肯定就是指神嘛 那逼迫的肯定逼迫人嘛 五脉有五脉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加上去了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 是在什么时候做的呢 保罗说是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 在我不信不明白的时候 我敌对基督徒 什么叫不信 不信就是不接受 不接受 不顺服 不明白呢 不明白就是无知 那所以 因为不明白 所以就拒绝接受 因为不相信 所以才会有后面的 无知的行为 那但是保罗 无论是在言语 行为 态度上 怎么样 去敌对基督徒 在主耶稣看来 这些坐在基督徒身上的逼迫 其实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其实保罗说的这个亵渎啊 逼迫啊 母慢啊 其实是针对谁啊 针对主耶稣的 一个和上帝 和我们的主基督耶稣 针锋相对的人 哪怕他再有才华 再有学识 他的出生在对 他的血统在对 在神的眼中 他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明白我的意思吗 所以这些 所有我认为他的闪光点 到了上帝的面前 因为这样的亵渎 逼迫母慢 这些都不是闪光点 你再有才华 你再有学识 你的出生血统在对 你在神的眼中 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那不合格的人 怎么样才能够去服侍上帝呢 凭什么去服侍上帝呢 凭什么 凭怜悯 神格外的怜悯 让我可以来服侍主 蒙了怜悯 才能够服侍主 在第十四节 保罗说 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 格外和丰盛呢 这两个字 是两个词来组织 格外是什么意思 就已经是extra了 已经是多的意思了 多出来了 丰盛呢 丰盛又是很多的意思 所以在这里 保罗是用了多而又多 满而丰益 来形容上帝给他的恩典 而这种丰盛的恩典 就是double多 双倍的多而多 满而丰益的恩典 让他在基督里面 有信心和有爱心 为什么选信心和爱心呢 原来这个信心 就是针对以前的不信不明白 他的爱心 就是指到刚好和这个亵渎 逼迫 武漫来相对 这就是一个蒙了怜悯的人 一个蒙了怜悯的人 他就整个改变过来了 以前他是不信不明白的 以前他是亵渎 逼迫不慢的 所以他即便那么的优秀 上帝的眼中 他就是不合格 就是零分 但是蒙了怜悯之后 他改变了 他变成了有信心 有爱心的人 那这个蒙了怜悯的人 他唯一要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忠心的来服侍主 忠心的来服侍主 所以英文有这样一句话 我们在星期二晚上查经的时候 也有写过 我们得救是为了什么 为了服侍 Saved to serve 得救就是为了服侍 所以今天 各位弟兄姐妹 你千万不要说 教会里面的服侍 是给那些热心的基督徒的 你得救就是为了服侍 你也要服侍的 每个人都服侍 只不过我们可能做的东西不一样 不要担心 教会里面没有你服侍的机会 你不要一想到服侍 就是什么高大上的那些东西 哎呀我要占蒋台呀 我要有音乐的恩赐啊 我要怎么怎么样啊 说实在的 其实教会里面很多的服侍啊 不是我想来占这个蒋台 是其他我很多都不懂啊 你把那个音响房啊 我看的那一排的按钮啊 我就已经一个头两个大了 真的 我这个人还是以前在福音电台工作过的人 我电台工作 我就是对着这排电钮 按钮 但是即便是这样子 我做了三年 我现在看到那排电钮 我还是很头大的 我不要看 我就把他投影片 那个USB给他就好 其他的事情你们来 我就不行 我就不行 那钢琴 钢琴我以前有学过 还考过试了 但是现在又谈不出来 都还给老师了 所以你说给我换到敬拜队去 我也不行 我也不行 所以很多其实教会里面 我们需要怎样 互相来配搭 在互相的配搭当中 只要你是为主所做的 都是宝贵的 都是宝贵的 没有像我们人的眼中 分那么多的等级 我们每个人的得救 都是为了什么 为了服侍主 只要你是为了主所做的 在主的眼中 都是宝贵的服侍 你不要说 哎呀 我这满肚子的才华 怎么张牧师都没有安排 我带带茶巾呢 不一定是带茶巾 你哪怕是准时来教会 不迟到 不早退 哪怕是在教会的地上 捡起了一片小碎纸 扔到垃圾桶里面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服侍主 当保罗得救之后 他忠心的来服侍主 是他别无选择的选择 什么叫忠心 忠心就是不自作主张 对神的话不打折扣 主怎么说 我就怎么做 各位弟兄姐妹 求主怜悯帮助我们 让我们明白 在这个教会当中 我们尽自己的时间 才干能力 做能做的事情 只要是为主做的 就是神所喜悦的 哥林多前书 四章第二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好吗 一二三 所求与管家的 是要他有忠心 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二十一到二十三节 也是这样说 我们一起来读 一二三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态以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都是在强调什么 强调有忠心 上帝一直就是在看 你有没有忠心来服侍他 如果你有忠心来服侍他 你先对上帝是赤胆忠心的 哪怕你没有才华 哪怕你没有恩赐 主会怎样 加给你 但是如果你没有忠心 你再有才华 你再有恩赐 神也不会让你来服侍他 今天我们只要有这样的忠心来服侍主 哪怕不是在教会 我们就是在家里面 因为我们信了主 我们在家里面 成了一个不一样的丈夫 不一样的爸爸 成了一个不一样的女儿 不一样的儿子 因为我信了主 成了不一样的妈妈 这都是服侍主 因为主 看我们是有没有忠心 第二样 我们今天基督徒活着 要追寻的人生意义是什么呢 就是见证 神让我们蒙了怜悯 就是要我们怎样 有见证 有见证 在十五到第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耶稣基督 降世 一二三 耶稣基督 降世 为要拯救 罪人 这话是可信的 是十分可佩服的 在罪人中 我是个罪魁 然而我蒙了怜悯 使用耶稣基督 要在我这罪魁身上 显明他一切的忍耐 给后来信他 得永生的人 做榜样 但愿尊贵 荣耀 归于他 不能朽坏 不能看见 永世的君王 独一的神 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在这段圣经当中 保罗他说是什么 我是个罪魁 罪人中的罪魁 但是我蒙了怜悯 神让我怎样 能够为后来 要相信他的人 要来做榜样 他是个罪魁 台湾大学的张文亮教授 以前有跟大家介绍过 就是他曾经有些 蜗牛牵着我去散步 不是你牵蜗牛去散步 蜗牛牵着你去散步 但是这个张文亮教授 他总是跟他的学生 积极的去传福音 有一个学生就问他 他说张教授 我以前是一个烂人 烂人 上帝会用烂人吗 上帝会用烂人吗 会啊 张文亮教授怎么说 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给这个学生 他说 我介绍我的朋友 他以前喜欢怎样 陷害人 把无辜的人抓起来关 他以前喜欢打人 把无辜的人当人羞辱 他以前是与匪为伍 看无辜人受苦 他很快乐 他以前很饿 无辜人处死的时候 他是帮凶 还看守 害死他之人的衣服 帮他去看衣服 为什么看衣服 外袍脱掉 拿石头去打人 他就帮他看了那些衣服 他是暴徒 烂人 坏蛋 凶手 贱人 他都是 他是谁 上帝大用的人 使徒保罗 怎么会这样呢 上帝爱烂人 你是烂人 我是烂人 烂得好 烂得妙 他不管我们以前 怎样烂 在乎的是现在新造的人 在乎的是现在新造的人 各位弟兄姐妹 信主就是我们蒙神的怜悯 我们蒙了神的怜悯 发生什么事情呢 神就给我们的人生 换了一个新的剧本 换了一个新剧本 以前在这个剧本里面 你演的这个角色 因为你信主了 蒙上帝怜悯了 上帝就把原先的剧本收掉 给了你一本新的剧本 那在这个新的剧本里面 你就有了一个新的角色 所以圣经他怎么说 他说 我们成了一台戏 给世人和天使观看 这个讲的是什么 就是见证 在新的生命当中 上帝要你有新的见证 那么什么是做见证 很多人认为做见证 就是要光鲜夺目 要有光环 才能够见证神的荣耀 是吗 没有光环 可以见证神的荣耀吗 我们的主人牧师 我们主人牧师是美国人 他就讲过在美国的时候 他牧养的一个教会 有这样的一位会友 我们就叫他美国阿姨一样 这美国阿姨特别的能干 做事情雷厉风行 风风火火 教会搞活动 无论是外出去郊游 还是在教会里面要搞义脉 他都特别的在行 他有极强的领导能力 极佳的组织能力 特别棒 这个阿姨 做什么事情 真是 他就是一个天生的领导 真的 他是天生的领导 这个阿姨 他就是 他美国阿姨没有工作 我说实在 这个阿姨如果出去工作 随便当一个什么上市机构的 上市公司的老总 那绝对不在话下 绝对的 极强的领导能力 极佳的组织能力 我们主任牧师说 他说我那个时候在教会 我要是有什么活动 想搞什么东西 有什么想法 我就告诉这个美国阿姨 那他呢 就全盘都给你搞 风风火火 他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像我们教会现在 隔两个礼拜就有什么 三十周年的堂庆 长老也在忙 知识也在忙 最后好像大家反应还不是太热烈 好像还没睡醒了 但是如果有这个美国阿姨 在我们教会当中 那我们就不用担心了 就不用管了 她就一个人 她都能全部承包 可是后来 这个阿姨中风了 半生不随 人是救回来了 但躺在床上 什么都做不了 连自己的生活 起居都成问题 教会的事情 就更不行了 半生不随了 牧师去探望他 他跟牧师说 牧师啊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 我现在什么都做不了了 他认为他躺在这个床上 就失去了美光灯下面 在这个舞台上 在这个舞台上主角的那个位置 没有见证了 什么都做不了了 回教会都问题了 还什么做事情 自己起床想上个厕所 都是问题的 怎么办 可是后来 他找到了一个角色 而且这个角色 他可以本色亲情演出 本色亲情演出 不用改的 就照他现在这个样子 可以服侍主 你知道他是什么吗 就是祷告 教会的祷告事项 这个镇上所发生的事情啊 人他都祷告 他不能够风风火火的 像以前那样子 为教会去举办 各式各样的活动 他天天就是躺在这个床上 然后他怎样 安安静静的祷告 只要醒着的时候 他基本上都在跟主 在祷告 在交流 弟兄姐妹去看他 教会的人去看他 牧师去看他 就跟他说 哎呀你知道吗 你祷告之后 发生发生什么事情了 现在什么情况啊 有一次啊 主任牧师去看他 他就跟这个牧师说 他说牧师啊 以前啊 我在教会啊 为主做工啊 大家比较多看到 我的光芒 比较少看到 主的光芒 现在呢 我连教会都来不了了 如果你们不来看了 我都出不去啊 但是呢 现在啊 我为主做工 大家比较多看到的 是主的光芒 比较少看到 是我的光芒 各位弟兄姐妹啊 原来服侍主 为主做见证 不一定是抛头露面 高大上的 我们在家 用祷告来支持着 这个教会 参与在神的圣工上 就是为主做见证 你有没有这样的参与 你可以没有 在教会里面忙 但是你在家里面 有没有 我们每个星期 发出去的 祷告事项 有没有至少念一遍 比较难过的 就是说 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啊 教会也不忙 家里也不忙 然后还怎样 他心里不太高兴 觉得没有他服侍的地方 其实 只要你是有心人 你眼睛瞄一下 能够让你工作的地方 太多了 太多了 能够让你来服侍主 为主做见证的地方 太多了 太多了 求主帮助 我们蒙了怜悯 要为主来做见证 第三 我们蒙了怜悯 做什么 打仗 在第十八到第二十节 保罗说 我儿提摩泰啊 我知道从前指着你的预言 将这命令交托你 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有人丢弃良心 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 其中有须米乃和亚历山大 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 使他们受责罚 就不再放毒了 我们这里说到 保罗跟提摩泰提醒什么 要打美好的仗 打美好的仗 我们有没有想过 我们其实得救之后 我们还有一个身份 除了做神的儿女 除了互为肢体 成为弟兄姐妹 我们其实还有一个身份 是什么 基督的精兵 基督的精兵 赖若翰牧师 他是加拿大华人教务神学院的客座教授 也是圣言资源中心的会长 他创办了圣言资源中心 他是说教会有三个角色 三个功能 什么三个功能呢 家庭军队学校 家庭军队学校 家庭是代表爱和温暖 学校呢 是代表着教导和学习 今天我们在卫斯里 我们也多比较感受到爱和温暖 那这个是家的功能 我们在卫斯里 我们有听到的机会 查经的机会 我们有参与服饰 这个呢 也是一种教导和学习 学习不光是书本的知识嘛 还有实际的操练 但是呢 我们还有什么 还有军队 军队是要讲什么 讲纪律 讲服从 讲牺牲 教会当中 大多数的教导 都是集中在家庭和学校 这两个角色 比较少提到军队 可是我们在家里面 得到这么多的关怀和温暖 有了这么多的教导和学习 我们为了什么 为了就是要出去打仗啊 做主精兵 做主精兵 保罗说 你要记得哈 记得我从前指着你所说的预言 这个预言是什么呢 应该就是保罗和众长老 在为提摩太暗物祷告的时候 按手为他的祷告 在圣灵的感动之下 跟主说 然后有多半的恩赐 求主赐你多半的恩赐 来服事主的这个预言祷告 然后所有命令啊 把这命令交托你 让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 那什么命令呢 就是蒙了神的怜悯 你要来服事主 为主来做见证 那这个过程是很不容易的 为什么 上次我们金牧师有说过 当时提摩太太教会发生什么事情啊 异端 异端邪教 那这些异端邪教在哪里传 在教会里面传 不是在外面讲讲讲 在教会里面就在讲异端了 和这些传异端的人怎么去对抗 就是打真理的仗 但是这是一个美好的仗 为什么打美好的仗 因为这种仗打下去 是帮助神所托付的这个信仰 能够得到建立 让我们的会众可以更加的明白真道 能够更好的去抵挡异端邪道 所以在这个时候 这个仗是保守了福音的纯正 让人可以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 但是呢 才说完这个打美好仗 跟着保罗就说 如果你在信仰的道路上丢弃了良心 就像什么呢 就像真道上的船破坏了一样 真道上的船破坏了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破的船 我在加拿大 我在摩尔本的时候 我去过一个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专门就是展览 破烂的船 我这个人有一些跟别人不一样 我去地方旅游的时候我喜欢去艺术馆 博物馆 去人家当地的图书馆 去瞄一下去看一下 那摩尔本呢 它是在一个乡下的海边 渔村 有这么一个博物馆 专门展览破烂的船 我在看一些破烂的船的时候 我其实心里蛮大触动的 比看那个好的船还触动大 为什么 因为好船烂船 你出厂的时候都是好的 出厂的时候没有少一个零件的 没有缺少一个功能的 那为什么有的船还是好好的 有的船后来就烂了呢 怎么就烂了呢 那船烂的原因有很多种 有的是在乘风破浪当中就烂掉了 有的呢可能是和敌人的这个战船 开火的时候烂掉了 有的可能呢没有确认好这个航线 结果呢在航行的这个路上触礁 撞烂掉了 船烂有外界原因 有自身原因 但是无论怎么样 当船烂了 如果没有及时的修补 那就一定不能够再入海扬帆了 那以后作为船来说 这个航海的使命 就再和它无缘无分了 你有想过吗 船烂了 如果不补 以后就不要再想去入海扬帆了 航海的使命就跟你没缘分了 没缘没分了 宝洛他一直都在说 他说我蒙了怜悯 我以前是个罪人中的罪亏 我亵渎神逼迫人 捂卖人 但是我蒙了怜悯 我要怎样 我要服侍主 我要为主做见证 要见证那独一的神荣耀的主 从今时直到永远远阿们 他讲了这么多 都是从正面去讲 我要怎么样 我要怎么样 可来到这个第三点 他讲到打仗的时候 宝洛很奇妙 他没有从正面再去讲例子 他讲反面的例子 他讲哪两个反面的例子 虚拟乃和亚历山大 他说我要把这两个人交给撒旦去 交给撒旦他们就怎样 红字受责罚 什么叫受责罚 受责罚就是不蒙怜悯 他之前都说我蒙了怜悯要这样 我蒙了怜悯要那样 讲到第三点的时候 他举了反面例子 他说这两个就叫他们不要蒙怜悯 要去受刑罚和管教 不蒙怜悯 为什么不蒙怜悯 他说因为虚拟乃和亚历山大 虚拟乃是怎么会蒙怜呢 我们来看一下 虚拟乃 他们的话 提摩台后书的二章十七到十八节 他们的话如同独窗 越烂越大 其中有虚拟乃和斐利图 他们偏离了真道 说复活的事已过 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 在教会里面传 没有复活了 都早都过去了 再不会有了 不用管复活的事情了 像独窗一样 越烂越大 这绝对是反倒反革命的 一边在建设教会 一边教会里面就有一个人 专门给你散步这种话 然后呢 亚历山大又干嘛了 我们看看 提摩台后书的四章 同将亚历山大多多的害我 主必照他所行的报应他 提摩台 你也要防备他 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 这个又是一个典型的反革命分子 保罗怎么说这两个人 把他们交给撒旦 让他们不要受怜悯 之前都是说要蒙怜悯做什么 现在说什么 让他们不要受怜悯 但是不要受怜悯 使他们受责罚 不再怎样 不再放毒 关键词在哪里 关键在不再放毒啊 关键词不再叫 交给撒旦 关键词也不再说 受责罚 关键词是 受责罚不再放毒 你去看你的圣经 我们把他反过来看一下 受责罚就不再等呀 不再帮毒 讲了这么多关键词在后面 虽然说让他们要去吃苦头 让魔鬼 还是希望他们能够去做当做的事情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今年真的是三十周年了 在这三十周年 过去的过去了 面对未来 你有没有想过 你作为基督徒 在教会里面 魏斯里中文堂 你作为一份子 除了把这里当家 当学校 有没有想过 当军队 在这场战役当中 你的角色是什么 你有没有想过 你蒙怜悯 是为了什么 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 我们活着 没有找到 我们的活着的 作为基督徒使命的人生意义 而且在这个追寻人生意义的过程当中 停顿下来 你知道最大受伤害的是谁吗 是你自己 是你自己 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 我在讲什么 我在讲自杀 自杀是什么 不是伤害别人 是伤害自己 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 如果我们信了主 我们蒙了怜悯 却没有活出我们蒙怜悯的人生意义 我们没有在这个追寻基督徒人生意义的道路上 继续往前走 这个其实对你自己来说 就是一种慢心自杀 也许将来有一天 你的生命会停止 但是作为灵命来说 你可能已经死了很久 不过你就是在等 等什么 等时间 等得肉体死了 你就可以安葬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 有的人死了很久 现在才安葬 但是上帝怜悯我们 他不愿意我们这样 所以他告诉我们 我们基督徒活着 我们要有三重的利用 我们要蒙了怜悯要辞世 蒙了怜悯要做见证 蒙了怜悯我们要捍卫主到 持守真理 做主经营 我们是何德何能的人呢 各位弟兄姐妹 我们凭什么去得到 上帝的怜悯呢 和保罗相比 我们没有他的才华 没有他的出身 没有他的血统 没有他的血识 可是在亵渎神 逼迫人 五脉的身上 我们可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们其实在神的眼中 也是一个不合格的人 但今天神怎么样可以让 不合格的人合格呢 关键就是蒙怜悯 成新造的人 当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 主为我们的人生 换了一个新的剧本 在这个剧本当中 我们有新的角色 新的实意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蒙了怜悯 就可以来服侍主 见证主 并且为主打那美好的账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三位的圣天父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恳求你的宝贵花意 继续凭着你圣灵的能力 在我们的心中来搅动 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 拣选保罗 用他真实的生命例子 活生生地向我们来讲话 我们看到保罗 他的生命如何完全被主所翻转 主啊我们今天也是来到你的面前 恳求你带领我们 卫斯里中文堂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因着蒙了你的怜悯 我们的生命也要大大的蒙你的翻转 也许我们所做的不多 我们的时间精力才干都有限 但是主啊 恳求你给我们一颗忠心良善的心 让我们能够愿意一直忠心耿耿地来跟随你 好让我们能够在主你所命定给我们的岗位上 也靠着主你加添给我们的力量 我们把主你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 样样都能够做得好 在主的面前能够交账 求主怜悯帮助 亲自来建立我们的教会 因为你是我们的大牧者 我们靠着你 我们来做当做的事情 就一无所缺 求主怜悯 求主帮助 求主建立 我们谢谢主 诚心在主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求 阿们 我们现在是要守圣餐的时刻 在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 我们要一同来前守主餐 我们首先呢 请弟兄姐妹起立 我们用一首诗歌 来预备我们守圣餐的心 祢是你为我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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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秘书 会中请 用一分钟的时间 在座位上来莫道 预备我们的心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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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每恒行的时候 每恒行的时候要纪念我 因为我们吃着饼喝着杯 是为了纪念主的死 并只等到祂的再来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祢的宝血为我们而流出 洗尽我们一切的罪无过犯 主我们恳求祢不光洁净我们 也赐给我们一颗敏锐的心 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刻入祢的义 也越来越对罪敏感 越来越靠住的力量来拒绝 主啊求祢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能够见证住祢的圣洁和荣耀 十万人都能都来归在祢的名下 我们一同来用杯 请弟兄姐妹一同起立 我们用诗歌的第二节来做回应 我与祢主同复活 圣国黑暗宣誓 我主耶稣自己 荣调主耶稣 有一个属不心的人 在这个教会的所有的福音的活动当中 听到耶稣基督 我们有一位上帝 祂能做的事情 是我们脑子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 每次要想到上帝将来 在这个教会所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安安住我们的兴奋 上帝前面要带领我们 所有的教会要走的路 我们一同要走上一条旅程 我们第一呢需要方向 我们需要一个目的地 在这样的旅途当中我们也要计算 我们需要带上多少的食物 我们可以继续完整这个旅途 那我们整个教会每年都会有预算 这个预算就是帮助我们能够继续往前走 那我们教会的所有掌目领袖都一同的看到 我们需要在这个教会有更多的目标 可能考虑在 所以在我们本来考量的就是 一个全职牧师上面 再增加一个partner的牧师 在将来 以福所说的四章这样说 我们要兴起主的仆人来装备主的信徒 那就是我们在做的女一位 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 为了建造主耶稣基督的身体 那这个就是 所有做这个预算的最多的目的 所以这边就是有我们的所有预算的形式 那这是去年到今年的四月 就这个财政年 过去的十个月的财政状况 所以我们如果看第一栏 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我们的收入 那所以我们实际的收入呢 十五万十千 那绝大部分就是我们主日的风险 它 has increased 4% since last year 我们同比去年的话呢 已经有增长百分之四 so thank you for your generosity 真的也是感谢我们每一位的慷慨 我们去年的我们预算 有百分之二十的增长 so it is a little bit behind our budget target 所以根据去年的那个增长 20% 百分之二十来讲的话呢 百分之四就有一点点 六位限大 所有的费用支出呢 就是主要教会 会投入在所有的教徒同工之上呢 and it's ahead of budget because we spent less on ministry resources than we estimated so it's less right so it's less right yeah yeah 所以我们的费用呢 也是比预算的要少 少少少少一万四千 so at the moment we're at a 22k deficit 所以现在呢 我们实际的盈亏呢 就是亏损两万两千 到过去时左右 and we're forecasting a 45k deficit by the end of june this year 所以我们的预算呢 是本来就 这个产阶年度呢 在结束的时候 可能会到四万五千块钱的 那个亏损 okay next slide so that was the last 10 months and this is the budget for next year 那刚刚说的呢 是过去财政年度的这十个月 那这个预算呢 是下一个财政年度 就从六月七月份开始 到2020年的预算 so as I mentioned our plan is to grow cultural leadership 所以对整一个堂会 一直有这样的心 我们要投入在 更多在中文堂当中 让中文堂能够持续的发展 so that's why you see expenditure increasing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预算当中呢 就是预算把那个支出 增加到二十十万四千 so the budget deficit next year is 60,000 所以明年的预算呢 是亏损六万 so the more important of question is how do we reach the budget target 所以我们的 就是对自己的问题来讲 就是我们怎样努力呢 去接近这样一个预算 you would have seen a similar slide to this when Reverend Rick Dacey came to visit last time 所以上次Rick来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看到过 这样一个类似的 这样一个预算 预算的图 our plan to grow needs to be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那我们计划的预算呢 是需要能够持续的支持 中文堂前面的运作的 because our witness is long-term not short-term 因为我们的目光是放在长远 而不是短暂的盈亏 at the moment the Chinese congregation runs a budget deficit 我们现在呢还是在一个亏损的状况 so the first step is to sustain a break even comfortably on one full-time in a stock 所以我们的目标呢 是在将来或者在明年 我们有一个全职牧师的状况下 我们能够持平我们的预算 so we're forecasting 187k in offering for this year 我们预算今年的收入是18万7千 but to break even offering needs to be 217k for the year 那如果今年呢我们 so we're too hard to extend it right it's for this year for this year so in今年所有的这些支出当中呢 我们要持平呢 我们要让分线达到21万7千 那我们现在的状况可能到年底 按现在的状况可能是18万多 可能那个次来看 so basically to break even we need to increase offering by 30k per 所以就是可能差不多 中间有三万的出入是需要努力的地方 30k may sound like a lot but it's across 130 people in the congregation 那三万呢听起来是很大的一笔数字 那对我们整一个130个人的堂会来讲 通过52周呢平台下来并不是那么值大的一个金额 so let me put this into perspective 那我们从幻影角度来看 put your hand up if you drink coffee 那如果你喝咖啡的请去手 not that many not that many ok put your hand up if you drink pull milk tea 如果你喝珍珠奶茶的请去手 30k per annum is 4.44 cents per person per week 所以三万的话就对我们来讲 就是一周四块四毛 每个人 so that's basically the cost of one coffee not even the cost of the cold tea 差不多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 可能还买不了这些奶茶 if each person increase their giving by 15% collectively we would reach a break-in 那如果我们增加这些分线的话 那我们就能够让收支达到平衡 so that's step one 那这是第一步 after we reach a break-even 我们如果能够让堂会达到收支平衡的时候 我们的大教会就会额外的投资那六万 在我们中文堂当中 so that we can help to cover the cost of an additional part-time minister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明年的支出预算当中 这三万是如果我们的鼓励能够达到的 那个六万就是额外大堂会 就是整一个教会会额外投入在这个我们中文堂当中 让我们有这个经济上的支持 能够去请一个富泰的牧师再加一个法汉的牧师来模仿教会 and again that needs to be financially sustainable too 所以那这个也是从长远来看 我们希望是能够维持下去 so our hope is that over three years offering will increase to eventually cover the 60k by itself 所以这个预算是从明年来讲 可能会亏六万 但是呢总会的希望是在接下来三年当中 随着一个办法 更多的牧师的资源投入在中文堂当中 在三年当中 希望中文堂自身的增长 又能够达到收支平衡 那我们可以怎样去做 Pray 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 因为所有预算的问题也是为了装备信仰 我们需要上帝才能让很多的使用变得有过效 所以说祷告永远是我们第一位需要做的 我们要更多的考量 take time to consider practical ways to financially support this congregation's mission 我们要更多的去考量 如果这是你的家庭 那我们大家都在一个程度上面 怎么样去思考一些实质的方式 来让教会的收支呢 达到平衡 maybe it is cutting a coffee a day 那可能少喝一杯咖啡 似乎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法 maybe it's inviting people over for a meal instead of eating out 那有可能是本来要主持外面餐馆吃的 可能就今天叫朋友一起来家的面吃 maybe it's finding ways to cut your water or electricity bills and be more efficient 也有可能晚上就是少看一会儿电视 发现电费剩下4块钱来 just like we can afford to pay for ou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our mortgages 那就是当我们付所有孩子的费用 和我们的那个房贷的时候 even more so do we need to be considerate of what God has faithfully given us 那我们也更多的去看 当我们付出的时候 我们更多的去看 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给我们丰富的供应 and finally act 最后呢 there are many ways that you can provide financially to support this mission 我们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支持教育的使工 I trust that's been highlighted over the last couple weeks and you'll find details in your orders of service 我相信大家也已经都关注到了你过去几周的一些财政的一些同事了 but of course when you're ready to take action then you're welcome to speak to either Reverend Anna David myself or Hannah and we can certainly help you 是如果大家还有什么其他问题呢 可以跟金牧师张牧师或者跟Jason亲自的联系 了解更多的状况 so thank you for having me here again today 那谢谢大家 然后在这里给大家分享 and hopefully that makes sense you have any questions you're welcome to speak to me afterward 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疑问关于财政方面的 可以跟我们的财政总监Jason亲自的联系 thank you